你知道今天停课吗 今天停课 孩子们起了大早要到学校上课 但一到门口才发现 学校已经宣布停课 连校门都进不去 学生发现学校停课 傻眼之余 也只能赶紧打给父母求救 新北市昨晚11点 紧急发布中和母国小停课通知 原因是因为一名国小学童 跟家人同步确诊 根据疫调 同住阿嬷因为要去陪病 9月5号做了PCR检测 隔天发现自己竟然染疫CT值34 又生CT值32同样偏高 但染疫源头恐怕跟板桥大不相同 并不是所谓的医院群聚感染 它是因为要安排去陪病 所以它这个部分目前还没看出来 跟板桥的幼儿园的群聚有相关 所以它的感染源 目前还在确认当中 板桥幼儿园群聚快速升温 中和也传出校园内有确诊个案 开学疫情连环报 全都在人口稠密的新北闹区 让家长如何能不担心 记者杨中盛尤韬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